除了黑色铃、黑色的豆泵 成功更小的肖軟瓦丹 還要請教老師來製作學生 安裝利用黏土 來做出第一步你的神將公仔 小朋友有難的發揮創意 而且也感到很趣 一個一個一個主的神將公仔 全部都是成功功效學生 利用各種鞭血的黏土雕塑出來 記得老師利用一些簡單的技術 讓小朋友發揮自己特別的創意 那因為神將其實是很複雜的東西 我在講解的時候會教他們把它簡化 然後就是用學生比較容易做出 創作出來的圖案去設計出神將的整體造型 那我們教的時候除了身體和頭以外 其餘的東西它的配飾 它的棋子它的頭飾的裝飾 都是讓學生自由去配色 所以做出來的神將其實每一尊都不一樣 除了頭和身體 由老師這張演繫和樣式以外 包括各種配件、裝飾 一直擦在身體後面的機子 全部都向核心自己發送 過程當中我們不用尋到問題 我們是核心還是六十幾種 上面就是可以用漸層的方式 然後可以不用照的圖上做 那今天來做這個神將公仔感覺怎麼樣 很有成就感 看圖片怎麼做 然後再看一下老師怎麼做的 然後照他的意思做 那你大概怎麼樣幫他做造型 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把它搓成圓形的 然後手臂的話就是把它搓成長長的 那那個牌的話就把它做成比較粗一點就好了 漸層區原本就有新種故鄉的名字好 好好結合在地傳統文化 流離到夏日樂學庫定當中 讓參加核心對自己心中的所在 更有靈動感 記者 初進行 林英如 漸層 柴鳳報道